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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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赛5班千二的赛事 我精选了這隻 這隻難得架勢 在上季 他在同程的賽事中 在5班贏得頭馬 這隻難得架勢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在5班他真的超級 這場真的從頭到尾 後來在5班 這場真的從頭到尾 何明年騎得很好 上季在5班前馬房 今季在無慧傑 馬房中真的超速 這次才出現 比這次贏馬只多了一磅 但抽到一檔 我覺得這場馬 其實是有點難滿機會 因為 他最初不會太野飛 這些半冷馬 都可以選擇 好了 進來直路的時候 見到何明年都已經不方不亡 打兩邊的馬 其實都拋離後面8號 粉紅色衣服的歡樂好友 還有2號是飛能追 都是紅色衣服的 黃色舞的 一路打下去的時候 其實何明年都搞定 沒有交替 所以看到他這個姿態 你沒理由 接下來的賽事 就真的不找他 拿淡 因為始終季內初出 就不會說野飛也很重要 有個好檔 那我就會 推介這隻馬 給大家 在籃館場次做膽 腳那方面 第一隻留意 就是這隻 三代同心 三代同心 其實上季 在這個路程 四班都贏得 這次 其實剛剛下來了五班 雖然是9檔135磅 看看班德黎 就怎麼發揮 應該這隻馬都有個不錯的機會 另一隻 就是4檔132磅 愛道拉的座 其實季初 其實在變化地上 在沙田 他都已經是 愛道拉 贏過馬 這次轉過來 這個跑馬地 入馬 其實對手會有點不同 但是這隻馬 有你有我 怎樣都要跟著 最後一隻 跟進馬 一直都有推介過給大家 應該這隻馬 不止那麼差 就是 推介給大家 這隻 南俱王 雖然這隻還是處女馬 這隻其實也 跑過幾次 上次 輸得很近 看看 這次 會不會 二檔有中盈力 搞這麼多 3磅 就119磅 可不可以幫他 有一個更加好的 發展 看看 南俱王 在這次的賽事 能不能夠 有些好一點的成績 我覺得這隻馬有分頭 都可以 大家記住 接下來記得 就是CRS我們的片段 訂閱我們的頻道 按下鐘 按下鐘 又到月尾 記得大家 還沒做會員 可以做一下會員 好拍檔阿鵬 一樣有好東西 提供給大家 希望 快活谷的賽事 大家一起做足功課 星期日 贏爆馬會 OK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拜拜